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秘籍又会烹饪出什么样的新年美味 你看面光盆光 手也得光 哇 就像在吃零食一样 特别水灵 哇 新鲜味出来了 为了寻找出最富有年味的烹饪秘籍 在川菜之魂的发源地 感受汇聚鲜香麻辣精髓的蜜质驼驼鱼 混合了各种香味在里头 还有一些清香味在里 在吴越古镇 感受蕴藏在一碗锁面中的千年古法记忆 等这么吃 新年里的药膳该如何烹饪 一点煤都没有 旁边这都是肉丝 神秘的骨头身又是如何酿制 坑烤出来的美味有何不同 哇 哎呀 这个太好看了 小小的年豆包里又藏着哪些记忆中的年味 哦 好年啊 从滇南到东北 从川鼠到江南 味道调查团即将为您展开调查 新春佳节烹饪出年味的秘籍是什么 为了寻找中国人在春节里有哪些最富有年味的烹饪秘籍 我首先来到了四川皮县 不论是麻辣鲜香的经典川菜 还是热火朝天的四川火锅 各式川式美味都离不开一味经典调料的功劳 那就是被称作川菜之魂的皮县豆瓣酱 做豆瓣要有六个字 一个字首先说我们要做三个字 就叫翻 翻钢是吧 对 让它就充分地接受阳光 接受阳光 然后呢 还有个就叫做晒 晒 做太阳了之后就要打开让它晒 晒 晚上呢 就要把盖子揭开 让它露 露 这是露水 露水的露 皮县豆瓣酱的制作 主要以蚕豆和辣椒为主要原材料 讲究年份越久 味道越香醇 三年以下的豆瓣酱色泽红润 被视为初级 而五年以上的豆瓣酱色泽发黑 被视为极品 六个字就是温光水 翻晒露 翻晒露 高德君 一位有着二十多年经验的川菜厨师 对美食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烹饪准则 所以和这样的大厨相遇 最好的方式就应该是以菜会友了 来到四川一定要做一道地道的川菜给你们尝一尝 看看我手艺怎么样 回锅肉看似大众 但却是最传统的川菜代表 其起源甚至可以追溯到北宋 尤其是在皮线豆瓣出现之后 回锅肉的口感得到了大大的提升 以回锅肉成为川菜中的当家菜 这个肉香已经出来了 出锅前再来点糖吧 好了 这就是我的孙氏回锅肉了 就看起来还挺像回锅肉的 是吧 真可以啊 可以啊 你看他那享受的表情 让我吃一个巴 太棒了太给面了 不是四川人 他这个饭上已经做得非常不错了 是吧 还可以吃是吧 还可以 感香的 尽管我的孙氏回锅肉并不地道 但高老师却吃出了我的诚意 愿意向我分享他的新年烹饪秘籍 《妥妥鱿鱼》这道高大哥的独门自创菜 不光是他做了二十多年厨师最为得意的作品 也正是因为集汇聚了地道川菜 麻辣鲜香的精髓 使他从一间只有四张桌子的小馆做到了今天的餐饮集团 但说要呈现最富有年味的高家驼驼鱼 高老师却决定带我先从看似最不起眼的辅料入手 这三西花椒 那他用来做什么呢一般 他一般就是做麻辣要求不高的第一菜 比如说我们放在泡菜坛里面的那个提携味 撒一些菌 就是这个花椒 川菜中对各式调料的要求极为讲究 仅以花椒为例 小小的身材中却蕴藏着巨大的奥秘 不同大小和产地的花椒 麻度与香度也是有所不同 青花椒麻味偏清香 红花椒的麻味偏浓郁 不同菜色选用不同花椒 是做好川菜的第一步 这个是大红袍中的极品 哇 头头鱼就用这个花椒 你这样抓一把 抓一把 抓一把 手背 唯手背 唯手背 它花椒是有创造力的 有一点淡淡的香味 得这么闻 这个花椒放了 把水排干净 排干净 然后你再闻这花椒 真是手有余香 手有余香 然后你觉得这味不够的话 我再教你 你拿一口 再掐一点 掐一点 你尝尝 尝一下 尝一下 天哪 这个穿透力真不是一般的 你知道吗 果然是极品 对 已经到喉咙了 是不是 它不光是那个 就是你麻 就是你觉得 上不光是 上不来 堵住那个呼吸道了 是不是 麻的感觉 在这个时候 想哭 在这个时候 你就要想进食 对 不停地进食 是 就像下面烟的 对 所以那些鱼才卖得那么好 大红袍 大红袍也被称为狮子头 因其浓郁麻度 能够很好地平衡川椒中的辣味 一直被高老师视为花椒中的极品 这也是驼驼鱼中必不可少的辅料 你好 你好 这个呢 这是我爸爸 这是我小爸爸 你好 你好 你好大爷 好 到我们家看看吧 行 咱进去看看 来来 哇 后面我们家一个密室 还有一个密室呢 我给你看看 好 不要慌了 哇 那么多缸啊 这么缸 这缸是干嘛用的呀 这里面是 泡菜 泡菜 这缸子都已经跟了我 接近20年了 这个是 这是姜啊 这是姜 哇 这个味道 这个现在是可以吃的了吗 你看看 你先看看 好 就看起来就是特别新鲜的感觉 这个可以尝一下吗 可以啊 来 我品一点这个 好 芽酱给你 好 尝一下 这很嫩的 对对对 这个水分实际 这个姜 姜牙的 是不是脆风脆风的 吃到有一种感觉 就像在吃零食一样 特别水灵 很脆爽 这是那种水果的感觉 泡菜虽然只是四川人餐桌上的一道小菜 但在川人心中 清新酸爽的泡菜 却是鲜香麻辣的最佳味蕾伴侣 有记载 川人腌制泡菜的历史 距今已有一千多年 远远超过了辣椒在四川的历史 在四川 每家每户都会腌制泡菜 萝卜 生姜 青笋 辣椒 这些朴素的食材 都是腌制泡菜最好的原材料 尽管腌制的工艺相同 但每家所腌制出来的味道 却各有千秋 而这些让高老师引以为傲的泡菜 自然也是制作驼驼鱼 不可或缺的另一个辅料 四川人喜欢把切成块状的鱼 形容成鱼 这也就是鱼鱼名字的由来了 哇 这香味马上就出来了 表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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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炒鱼鱼的蜜汁的酱料 加一点猪油 放那猪油才有点香味 对 然后放这个姜 酸 好 一炒 还有花椒 豆瓣 哇 这香味出来了 牢骚 牢骚 还要加牢骚 快点 快 下煮了 就是在炒料 对 完全是一锅料 把这个鱼下下去 嗯 来 把这个鱼放下去煮 这个时候我们再加豆腐了 哦 豆腐 对 这个是 泡辣椒 泡青菜 泡萝卜 萝卜 就是说因为这是我爱的 对 对 放一些再一块煮 是吧 一块煮 就在我和高老师做鱼的同时 家里的老爷子也忙了起来 荤泡菜主要以荤熟食为主 凤爪 猪脸是最好的煮料 放入辣椒蹄味 花椒增香 一定要配上老盐水 它相当于发面时的酵母 有着丰富的乳酸菌 这样一坛荤泡菜只需腌制两个小时 就可以端上餐桌了 现在我们就最后一道工具了 嗯 看好了 马上美味就出来了 对 加上一点红油 过年的时候吃上这么一道 红红火火的 对 这个郁郁也特别好 年年有余 红红火火 一个菜就能吃了 没错 现在它是浓香味 酱香味 麻辣香味 都有 现在就缺一种 就叫清香味 清香味 清香味就在这 这里面 密集就在这 哇 太棒了 哇 这就是咱们的驼驼鱼了 驼驼鱼就出锅了 对啊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哇 看驼驼鱼 辛苦辛苦 辛苦 哎呀 来来来吃起来吃起来 嗯 适合吧 它是一种特别复合的 复合了各种香味在里头 还有一些清香味在里头 对 哎呦 真的好好吃 我说你它是美食家的 没有 我就会吃 我觉得应该问问女儿 您觉得是老公做的菜好吃 还是爸爸做的 嗯 先吃爸爸做的好吃 对 老公做的好吃 哈哈哈哈 蕴藏在高家新年的烹饪秘籍 到底是什么 不是一碗热辣酸爽驼鱼 背后的精心调料配比 也不是几十年如一日的烧制手艺 而是由一道菜串起来的团圆逊息 那熟悉的口感是家的味道 更是记忆中的年味 尝过了带有浓浓的自家风味的泡菜驼驼鱼 让我们离开热辣的川鼠之地 走进素雅的江南 寻访传承千年的古法记忆 我现在呢是在浙江省的湍口镇 哎 这里的人呢过年啊 听说有一种很特别的年俗 就是在这个傍晚的时候呢 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都会聚集起来 做一种非常特别的面条 叫锁面好像 哎 这个锁面到底长什么样啊 怎么做的 我也不知道 我们去看看去 位于神秘北纬三十度的湍口镇 地处四条溪水流汇集处 素有似水落明堂的美称 同时也是前堂江水源头之一 每到春节临近之时 左邻右舍都会聚到一起 赶制锁面 据说这种做面的记忆 在此已经流传了上千年之久 这个做锁面做到哪一步呢这是 第三步呢 第三步是什么步骤啊这一步 上面条的吧 就一圈一圈往上缠 哎 这看起来也不是很难 要不然大叔让我试试 你试 稍微松一松 松一松 稍微松一松 有一细不要太抽 对 这样均匀的 缠一圈粘住了 嗯 够老 对 这种用来缠绕面坯的竹棒 被称为面筷子 小拇指粗细的面坯均匀的缠绕在两根面筷子上 这叫做上面 这位李大哥告诉我 上面其实大有学问 像他们这些做了几十年的老手 不但能掌控力道 使所搓面坯得以均匀 更能保证在面筷子上缠绕的圈数相同 这样的好处是可以确保在最后拉出来的锁面 其粗细度一致 每年到什么 就是什么时节是做这个锁面合适的时候 有温度要吃饭 要多多一下 所以一般是在冬天吧 是吧 对冬天 那个节 嗯 那个节 拿对 好 它有点滑你知道吗 有点滑 这个是油的 对 有切子油的 好 搬一个线 搬过来 它这个还有正反之说呢 是 那一头上面有那个 有截的那个在上面 然后给它 一截的在上面 给它撑开 挂在这 挂在这里 制作锁面对温度和湿度有着严格的要求 温度高时醒面容易发酵 湿度高时上好的面容易粘合 只有进入腊月天气干爽温度适宜的时候 才是制作锁面的最好季节 锁面的制作流程算得上是复杂而又繁琐 前后加起来将近有十一道制作工序 整个过程需要两天一夜的时间才能完成 其实我知道这个做锁面啊 这做的好不好 最关键的 非常关键的一步 就是和面 这个盐啊水啊和面的比例呢 也是这个重中之重 是不是 对对 这有多少盐 十斤粉 六两行盐 十斤粉 六两盐 多少水 我是吃净水 盐水和面能够促进蛋白质和淀粉的打开结合 这是让面获得韧性的最好方法 掺入适量的老面筒 是让面的口感爽滑容易消化 这既是传统也是秘籍 拿起来 来 哈哈 好用的 哈哈 这要砸到什么程度算是好呢 要光滑的 要光滑 对 要光滑的 你看面光盆光 对 手也得光 对吧 裹好的面要放在阴暗处醒上一碗 才能被做成拇指般粗细的面坯 而上好的面在面箱里经过一夜的二次醒智 韧度已经达到了最大 好了 经过一晚上的等待呢 我们昨天晚上挂上的面啊 大家看现在已经有了变化了 哇 哎 你看昨天其实挂的时候它是在这儿的是吧 现在已经自然称肠到这里了 对吧 那所以咱们下一步要做什么呢 大家 挂在过这上面 要挂在这个上面了是吗 挂在这个过的 哦 它就自然还能往下垂 哎 这是由人拉了 哦 人拉啊 哦 那咱们先要把它一挂一挂挂上去是吗 对 那行那咱们开始呗 来 拉面既是一场时间赛跑 也是检验所有制作环节的时刻 在最短的时间将醒好的面坯拉到最长 剩下的环节就交给阳光和时间了 晒好的锁面被拧成麻花辫 放在竹楼里能够储存四个月以上 在过去 这是一家人在冬天里最珍贵的细凉 也是年初一早上的第一口味道 其实我们所有的锁面制作完成之后呢 就是为了今天的这一顿长桌宴 因为今天呢过年嘛 我们所有的村民都会聚集在一起啊 然后大家坐在一起就吃这个锁面 是吧 象征长长久久的锁面 你看现在所有 在这长桌面 所有的大姐大妈的叔叔阿姨都聚集在一块 这儿就炒着是焦头是吗 因为初一早就是吃产 大家都特别忙 我们今天是要炒这焦头这儿是吗 用猪油和油渣打底 口感更香 冬笋丝提鲜 配上自制的豆干 脆爽的胡萝卜 就成了滩口锁面最经典的焦头 旁边有大哥说我身体好 有力气 他拿着巨厂的款式来尝一下 太棒了 你看这么多人份 其实很难掌握这个调料的多少 特别好 我觉得这个盖上面吃肯定特别好 怪不得是头到菜 太好了 这就是咱们的锁面啊 马上开始下锅了 你看我特意挑了一挂最长的 这个是吧 我们象征长长久久 长命百岁啊 抱下去了啊 来 长长久久 好 滩口的锁面也称瘦面 据记载 滩口的锁面早在梁代以前就有生产 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传说患有胃病的梁武帝 吃了作为贡品的锁面后 不适感顿时消失 从此青睐有加 更因梁武帝以86岁高龄 创造了当时中国帝王最长寿的记录 也让这里的锁面有了长寿面的美誉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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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这个赶紧来剪下彩呗 这头一道彩 大家都尝一尝 好不好看我们做的好不好吃 行吗 来来来 尝不尝吗 尝尝尝尝尝尝 对 尝尝尝尝尝尝尝 对新年的头一个面一定要尝一点对吧 对 我们吃的面一定得有 好香啊 一定得有声音你知道吗 得这么吃 哇 这个面真的是特别筋道 对 好吃吗 好吃 好香啊 好香啊 同村的人们围坐在一起 吃着自己与家人 邻里共同制作的锁面 此时的他们早已忘记这一年的辛劳 喜悦的眼神中唯有祝福与美好 对于今天的湯口人来说 年初一早上的一碗锁面 已不仅仅是一种传统 更是每个人对味道的记忆 它代表祖辈的心血 我们的童年 品尝完富有江南气质的锁面 我将下一个调查目的地 锁定在了黑龙江省大庆市 欢迎收看由粉酒中国酒魂 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特别节目 味道我是孙迅 接下来我们的任务调查 就来到这冰天雪地的东北大庆 现在的气温应该是在零下的二十多度 真的是特别的冷 不过由于气候的原因 当地一年当中大概有七个月的时间都是冬天 所以在他们的记忆当中 一进到冬天可以选择的食材 就相当的有限了 所以他们就会在主食上穷尽各种花样 所以接下来我要找的这样美食 据说无论是在制作工艺 还是在历史上 都是极具东北过年的特色的 到底是什么呢 去找找吧 东北人把春节称之为过大年 一年中 这里的冬季可以达到七个月之久 东北人把这段时间称之为猫冬 所以整个猫冬的腊月里 似乎就只有一件事要做了 那就是过大年 哇 你们好各位大姐 你好你好 哇 这就是豆包是吗 这是豆包 真好看啊 这都是那么圆的 对对对 你们是过年的时候都会聚在一块 让大家一起包这个豆包 对对 到这个期间了 到这个期间了 是吧真好啊 年豆包是源于满足的传统美食 最早是用于供奉祖先的祭品 也是用于户外狩猎时常备的干粮 如今已经成为东北人在春节期间不可或缺的节庆美味 这就是那个面是吧 对对 哇 这还挺黏的 这就是黄米面 是吧 黄米面加上了这个玉米面 加玉米面 加玉米面 是吧 它这比例有讲究吗 有讲究 制作年豆包的混合面 通常以黄米面为主 搭配玉米面以3比1的比例和面 黄米面可以保证豆包的粘度 而玉米面主要负责定型 对 这个剂子大概多大 这个够吗 大大 这小的你稍微再盖点 要是多了回头可以再盖 是给它先压成饼 不是 压成饼 就往里 豆馅 豆馅 豆馅这个大概跟一核桃一样大 对对对 这么钻紧的 完了就开始搁成饼 这两手这么一油 就成形了 但其实就是到最后的时候我看 因为是不是因为搁的上面 它底下那是平的 对对对 所以其实你在揉的时候它还是圆的 对对对 哦 这个豆子现在是熟的 这个可以吃了 已经可以吃了 它已经可以吃了 对对对现在可以吃了 我尝尝没有 这熟现在可以吃了 对你看这里面还有豆子的一些 情况 对对对 嗯 嗯 其实没有那么甜 没有想的那么甜 它里面放糖 对里面放糖 放少量糖 我以为会是那种 因为以前吃那种豆沙馅都特别甜 对对 所以还真是可以 我觉得我完全能接受 因为我就怕那种特别甜的 嗯 这很好 但是那个豆沙那个细细绵密的口感又在 大多数人都会误以为 东北的年豆包是以红小豆做豆馅 但其实在传统的制作工艺中 力大肉多的花云豆才是豆馅的首选 将花云豆用清水煮熟 只需用勺子在锅中将其捣碎 不添加任何调料和香精 整个豆包的甜味完全来自云豆自身的甘甜 晾凉后用手团成一个个小球 就可以直接做成豆包了 我们小时候那时候生活条件没有 这时候生活条件好 我们那时候好像老子说的一到过年了 我们那时候也特别盼望过年 过年时候能穿着新衣服 能吃个豆包能吃个饺子 凭啥人就这些玩意想吃想看都看不着 那时候好像感觉一到入冬了 那个包点豆馅 我妈妈他们就隔餐房冻上了 我们偷子吃 偷子吃还不敢给父母跟钱拿出来吃 跑大道连跑带玩偷子那么吃 就这一感觉 去年我看我小侄 我去年我包的包 我小侄就上厂房拿点吃 进入了把他们脸朝后撞过去吃 我一看到他那处我就憋不住笑 我就心情我小时候那感觉 这底下这是什么 这是放一叶的是吗 为什么咱们底下要给它垫一下 要是粘那点 就为了不粘 是 这样就不用垫那个 我们蒸的那个布了 哦 进入腊月 家家户户做年豆包的热闹景象 是在东北过大年最特色的意境 客户人家大多一次做出一冬天的量 少则成百 多则上千 蒸年豆包的火候掌控极为讲究 火大会是年豆包摊软粘连在一起 火小则会出现家生的口感 所以通常负责蒸制年豆包的都是家中的老人 一二三 哇 哎呀好漂亮啊 查查查 哇 看你颜色 太好看了 粉酒中国酒魂提示您扫描二维码 参与节目互动 参与讨论 里面那豆沙紫紫的颜色超好看 挺好的 行吗 可以吗 挺好 是吧 我尝尝 好 连那个皮 连皮带去馅儿一块吃 身边最细 非常好吃 嗯 可香啊 面特别细腻 那你吃到那个豆沙的时候 那个口感是就完全出来了 特别特别香 而且它其实不加糖 我觉得已经很香了 它有那个豆子本身那种味 对对对 哇真好吃 其实我觉得这跟那个一般的那种 好年 生活富足的现在 年豆包早已不是什么珍贵的食物 但街坊四邻凑在一起 包豆包的传统 却被保存了下来 在他们看来 最有年味的烹饪秘籍 不仅存在于年豆包本身 还有他们对新年的期盼 对味道的记忆 欢迎收看由粉酒中国酒魂 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特别节目 味道 严寒的冬季并不能阻挡 东北人在美食上的创造力 大庆的铁东村 以整条街都是坑烤垫而闻名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记忆 其中又蕴含了什么样的秘籍呢 其实这个就是咱们这坑烤的这个坑是吗 对对对 就这么在这烤 这上面是烧的是砖头吗 烧的砖头 那为什么要给烧砖头呢 这个砖头是主要是 一是炒的东西 咱们本身是一锅煮 增加它热量 炒的食材多的话 这个四周的热量不够 所以上面需要烧越多增加热量 等于你现在是先把这顶下这个坑给烧热了 对对 然后顶上这个砖头也烧热了 最后把它蓄到里边 然后把食材是放在里头去的 对对对 是吗 对 这位专注于坑烤十几年的柳大哥 据说是当地最有名气的坑烤高手 他告诉我 看似简单的坑烤 其实蕴藏着很高的技术含量 坑烤的热量全部依靠烧烤后的炭火和烧红之后的砖头 而炭火的多少和砖头的大小是控制坑内温度的关键 不过这只是学会坑烤的第一步 要想将辣椒 土豆 鲜鱼等不同质地的食材 在同一个坑内同时烤熟 还要有一些特别的加工 这些不同的食材都是拿来烤的吗 对对对 也太多了 首先是这个鱼 这个鱼为什么说 它也是一坑出 它对熟的时间很快 对呀 咱们有提前给它加工好 需要给它包裹一下 烤上那个鱼时间长一点还好吃 外边还不让它那个烤的时候过劲 这蛋类的 咱也需要加工给它吸纸包一下 吸纸包一下 对对 原来都是用报纸 或者是用经过咱们改良 吸纸 吸纸有什么好处呢 它是防止暴力 这个蛋本身手的一块 一通过加热以后 它就爆裂了 对 然后就包裹一下 那咱们就一样一样来好不好 好 从鱼开始吧 行 刘大哥说 坑烤最早是大会战时期的 石油工人们所创造出来的 因为当时条件有限 工人们只能将土豆和红薯 等简单食物扔在火堆里烤熟 没想到今天这种特殊的烹饪方式 却成了大庆的独有味道 这坑烧好了吗 烧好了 现在这个砖头也是烧热了 给它续在里头是吗 更加热烈 它们先下这个 下的时候 对 咱们有讲究先下哪个 先下这个地瓜土豆 地瓜土豆 下哪儿 就直接放边上吗 还是 就摆到这位 你就连盆一块挂下去 对了 这是专门有个支架放在这 对 都是我自己做的 哎呀真是 这个羊腿不容易熟 挂着这块呢 先来羊腿 放到这个靠坑近一点 这样的话它接受热量多一点 就像这个羊排进去 这也贴着边吗 对 肉这一趟靠着 肉要贴边 温度高一点 那个尖尖放里头一点 那这些呢 这个我就是给它 直接摆一下就可以 这就随便了是吗 对 现在可以分开 哦 来 这个封上要烤多久 在里头 这个得四十分钟 四十分钟 好 将坑口封闭 隔绝空气 在整个烤制过程中 处于非明火状态 这样的好处就是 既不会产生油烟 也能很好的控制温度 过去 坑烤只是石油工人们 为了填饱肚子的食物 几十年过去了 如今已经成为了大庆人 在冬日里最割舍不掉的味道 来 三二一 哇 我先闻到的是一股羊肉的味 是吧 对 有羊腿 主要是 对 羊排的 对 各种 你现在肯定什么都看不见 等一会儿 能热气散一下 真的看到了 里面到底怎么样 还能听到滋滋的声音 哎呦 好香啊 这拿起来的时候也有顺序吧 这是五花肉 我有啊 你看这五花肉已经外面那种焦脆的感觉了 对对对 比刚刚要瘦好多了 那油脂都没了 还有呢 这羊腿 这色 这是什么 这是猪心跟腰子 这是猪心跟腰子 对对 烤过之后 这个颜色就是不一样 特别诱人 外面还冒着那个泡呢 对 这是羊腿 哇 这大羊腿 你看 烤了之后就立马就觉得塑行了 而且这个焦焦的那个外皮 羊排 羊排也都烤好了 这是尖焦 你看这尖焦 马上就变成那种 先放这吧 哇 这是烤鱼 烤鱼和 哎呀 这个太好看了 对 烤鱼烤蛋 滴瓜土豆 那咱都可以拿进去了呗 来 这我来拿吧 你端不动我来吧 咱们端不动 没事 走嘞 进去吃吧 慢一点啊 好 坑烤过后的食材 不论是肉类 蔬菜 都散发着土坑烘烤过后 天然而又淳朴的烧烤香味 羊排 猪蹄等肉类 被焦黄油亮的外表所覆盖 而红薯的外皮 已经因为高温而变得焦香 渗出糖分 土豆外焦内棉 在保住一定水分的同时 各种食材本身的味道 同时得到完美留存 咱们来看看吧 这一桌看起来太丰盛了 我觉得太硬了 这个菜 从哪开始呢 从咱们的鱼来吧 行 行吗 咱们这鲫鱼是吧 自己坑烤的 一定得尝一尝 来 你看这里头还有汁水 是吧 烤出来鱼的那种鲜美的汤汁 来尝一个 你看刚刚底下刷了酱 它就不会粘在上面 是吧 这肚子里还塞了料了 你看虽然它是烤的 但是实际上这个肉 特别嫩 很嫩的 对 赶紧尝一口 这鱼肉焦干嫩嫩嫩 对 外面这个皮 是有一点点焦焦干干的 那种口感 好鲜啊 没有腥味是吧 没有腥味 特别鲜 因为这肉真的很嫩啊 而且我觉得刷了一点酱之后 它跳到好处的提了点味 对吧 哇 真的是 曾经因客观条件 创造出来的坑烤记忆 在像柳大哥夫妇这样 美食从业者的用心改良下 不光保持了记忆中 那古朴的风味 还在提升了口感的同时 缓发了新的活力 或许除了体现在坑烤中的 经验技法 适当的创新 才是保证美食 历久弥新的烹饪秘籍 如果说属于新年里 东北烹饪秘籍的关键词 是粗广豪放 那么在相隔几千公里之外的云南 它的风格 恰恰可以用古灵精怪来形容 云南松明 自古就是进入昆明最重要的古密站 南来北往的商队 加上多民族文化的交融 使得这里产生了多元的文化和饮食习惯 其实我们云南松明了嘛 历史是非常悠久的 它也是进入昆明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驿站了嘛 而且这里民族比较多 像夷族啊 像回族啊这些 它是一个民族聚集区 是吗 松明这里有好多民族的 对对对 有好多民族 所以说你在这里就能看到云南人饮食的一个缩影了嘛 我的朋友张玉迪是一个生活在松明的东北人 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对松明美食的热爱 他告诉我 在松明有一道特色美味 不但是家家必备 只要随便走进一家菜市场或者饭店的后厨 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今天是一样非常好吃的菜 好吃的菜 什么好吃的菜 是咱松明特色的 松明特色 是吗 在哪呢 在这里边 是吧 那咱尝尝 你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闻着香味 闻动一点你尝一下 闻着还挺香的 这样像那个红烧狮子头你知道吗 咋的它是那种 对 这不是饺子馅吗 不是饺子馅 好辣呀 但有一股酒香的味道在里头 对 然后呢 是是 我会发现它里头不光是肉末 它有一些碎碎的渣 割牙了吧 有一点点 但是又不会太过 这道菜是我们松明比较有名的特色菜了 叫骨头参 骨头参哪个参 参那是米子旁强一个人形的参 其实参在汉语中 有骨类制成的小渣的意思 在鲁菜范畴内 参又名肉粥 但在云南 关于参的烹饪秘籍却全然不同 它既不是粥 更与骨类无关 骨头参原是布朗族的佳肴 但如今也已成为当地汉族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 小孙 今天我带你来在这个杨师傅 杨师傅家了 杨师傅做这个骨头参啊 已经有十多年了 在我们松明地区是非常有名的 是吧 那就是很有经验的 一看这就是骨头参的骨头吗 对对对 就是这个鸡骨 只要这一块啊 只要这一块几个 其他骨头做不成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骨头 有一个骨碎有在里面 吃的比较香 骨髓 骨髓在里面 对对对 所以一定是这根鸡蛋骨 对对对 骨头参通常是以一斤猪脊椎骨 配上三至四斤的猪五花肉的比例 一起剁碎进行制作 你一个人一天能剁多少 一天可以剁五六十斤 剁五六十斤啊 那就天天剁我累不累 我剁碎吗 习惯我就不剁碎 我看看你的手 胳膊 哎呀哇 铁蛋这个果然很硬啊 哎我能试什么 我能试什么 拿这刀都最近 别说那什么的 我两个手一起 还可以啊 杨大哥夫妇在制作骨头参时 分工明确 通常杨大姐剁肉 杨大哥剁骨 在剁骨的过程中 细软的猪骨髓 随着坚硬的猪脊椎骨 一起被剁碎 猪骨髓油脂含量高 富有厚重风鱼的口感 这样的饱含热量 又极具营养价值的食材 在冬日湿冷的云南 恰恰是最得当的 这个脊骨多到这个状态了 就是用我们俗话说 这个肉已经上劲了 上劲了 这个骨头非常细了 已经非常弱了 多到这种状态 其实就可以颜值了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了 然后再跟那个混合起来 对 就是最后就成的状态 那咱们就混合吧 来 食盐杀菌 辣椒面提味 白酒软化骨头 将三折与剁好的脊椎骨 五花肉搅拌均匀 放入坛中进行腌制 半个月后即可食用 在松明 骨头身通常和白米饭搭配蒸熟 也被视为补盖下饭的最佳小菜 在松明 用猪肝猪肚猪大肠 所制成的干身 用生五花肉与臭豆腐腌制的肉乳腐 用豆腐和生猪血 混合晒干后的血豆腐 都是松明人春节里 必不可少的下饭小菜 云南因其境内广布的红土 被称为红土高原 其所拥有的中草药资源 居全国首位 明代松明人士兰茂更就此撰写了滇南本草 详尽记录了这座座群山之中所蕴藏的秘密 而我今天来到松明 又会在这群山中挖到什么样的宝贝呢 都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我觉得可能对于松明人来讲 这一座座山就相当于他们的宝库一样 这里头可能就蕴藏着他们记忆当中的那些烹饪秘籍 李大爷 您觉得今天咱们上山能挖到什么宝贝呢 这几天了吗 上山 我们上你 马卡 马卡 山药 千真万现草 千真万现草 也可以 这样都有 我们今天就到这一片 这前面这一片就能挖到是吗 就可以 那今儿就跟着您走了 好 走吧 咱们上山 我身边的这位李师傅 不光精通药理 还是一位拥有三十多年从医经验的老中医 对于上山采药 他的经验就是心别急 首药吻 你看 这是他你鼻上不吹 你笑笑秒 在他的底下可能就能挖到那小山药是吗 我看看 好 你看 这个就是他你 这疼什么 你看 一截一截的 他我很大 你跑宽一截 嗯 你看 这我 山药一截都出来了 对对对 这不就是吗 这个就是山药 那我就吧 不要不要咬他 不能不能弄 容易弄断了哈 从旁边给他慢慢让他自己出来是吧 不要耐心 哎呦 开生意 嗯 要是慢慢的泡泡 哎呀完了 差不多了 师傅我可以拿了吧 可以 哇 哇 哇 这个野山药跟这普通那种山药真是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 它长得它没有那种 这很质量的生姜 对对对 它不是那种特别规则很直流的那种 哇 太棒了那咱们给它放到筐里头吧 好 各式滋补食材遍布山林 也正因为如此 在松明 很多当地人都是熟食药材 甚至是精通药膳的美食家 李师傅说野山药的药用价值很高 具有温补趋湿的作用 是在冬天里烹制药膳的最好食材 不过今天我们要做的药膳 这野山药只能算是个辅料 还有一味更加名贵的食材 等待我们挖掘 这个是马卡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在这山上找的 最重要最珍贵的一种宝贝了 这个土比较费 用手都可以 用手都可以挖出来 拔出来可以 这就是马卡是吗 这个马卡你还在小吃一年 这就一年 一般这马卡能长多少年 要两年 两年的 能有多大两年的话 这是小的 马卡它生长的环境 它有什么要求吗 它喜欢土壤比较肥 土壤肥物 而且喜欢高汗 高汗 所以的话 其实要求就是海拔高 然后气温低 就是也是一个比较高冷的植物 说马卡高冷 是因为马卡对于生长环境的要求极高 只有高海拔 昼夜温差大的地区才可种植 虽然马卡不属于中国原产 但由于近年来 马卡的营养价值被广泛熟知 所以如今我国的云南西藏等地 也逐渐出现了马卡的身影 而我们今天采集的新鲜马卡 就是李师傅所要制作的药膳中 最点睛的一笔 李师傅一家五口人 儿女平时都在城里工作 很少回家 恰巧今天是他们团圆的日子 这道冬季滋补药膳自然少不了 其实刚刚我跟李师傅 在山上采的那些马卡 还有野山药 只是咱们今天要做的菜的一半 是吧 一半 对 其实另一半就在这 就是这个鸭子 这叫什么火鸭 是吗 这是火烤火的火 对 那就是咱挑哪个 是不是 我们挑这个 越白越大的越大 把这个弓的 我也开上这 火鸭学名油头鸭 由于火鸭体大肉多 具有滋阴降火作用 所以以火鸭烹制药膳 可以达到温而不燥 滋而不腻的效果 火鸭也因此成为松明人 制作药膳的常备食材 原材料都已经在这了 对 那咱第一步做什么呢 手手 上一边 现在往里肚子里 填点盐是吧 让它边上 这个用手了 好 李师傅告诉我 在这道药膳的传统搭配中 生姜可以去除鸭子的腥味 花椒用来提香 野山药补皮养味 千枝万线草活血养肝 火鸭更有滋阴作用 如今在搭配它创新加入的富含活性物质的马卡 这锅药膳真可谓滋补强身的极品 放马卡 往里转 放一点这个 搁的交叉一点 交叉一下 交叉一下 这个 千真往下 放两片姜 三四片姜 三四片姜 对 要给它缝起来是吧 缝起来 好的 李师傅的药膳讲究文火入味 一味上好的马卡火鸭药膳 至少要炖上两个小时以上 才能达到汤中有味 肉中有药的境界 药食同源 寓衣于食的说法由来已久 作为从我国传统饮食 及中医食疗文化发源而来的药膳 在药材资源丰富的云南 甚至已经深入到了当地家家户户的每一餐 辛苦了 大一锅 这回就好了 现在颜色就完全不一样了 不一样 我看你都准备好工具了 上背背一把刀 好 打开一下 听你诗 这个肉汗 这种肺 哇 这就是咱们填在里面的那个马卡 还有叫什么千针万线草 是吧 千针万线草 对 这个是都可以食用的 是可以吃的 是吧 对 你看 对 你看 这个 哇 这个是很地道的 颜值 对 我特别想尝一口这里面这个马卡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鲜的马卡 就是煮熟这样 我觉得这个口感上有点像蒸熟的胡萝卜 对吧 它不是那种特别面的 它还有一点脆感在里面 但是它很清甜 确实跟胡萝卜有的一平 相当好 但它又有一点点那种药香味在里头 它跟一般的那个还是不一样 它是一种很 很平静 但是不平静 真的很好吃 很好吃 而且你看真的 这个鸭子太瘦了 你看一点肥都没有 它都没有 对 就是你看它虽然柴 但是它很嫩 是不是 你看 哇 你看这个肉太漂亮了 它又柴 然后又很嫩 不是那种干柴 干柴那种 我一定要来尝一口 一点都不会像我想的那种嚼不动的感觉 没有 很嫩 哇 其实这一道菜真的是 非常丰富 你又能吃到好吃的鸭肉 又能吃到各种药材 然后呢 你还能喝到非常鲜美的 带着马卡鲜甜味的汤 是吧 李师傅的儿子告诉我 他们兄妹都在外地上班 平日很难回家 但每次回来最想吃的 还是老父亲做的这锅火鸭药扇 也许李师傅自己也没意识到 他的火鸭药扇 有一味药是别人采不到的 那味药便是他自己 要想烹饪出年味 也许并没有什么秘籍 所谓的秘籍 源于每个人的心理 源于对食材本身的尊重 对古法记忆的坚持 更重要的是对过年团圆的期盼 和对妻儿子女的恋爱 或者说 这年味的烹饪秘籍 其实你我都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